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容易英年早逝?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一出名就死了?为什么有些官员一身关旧的重病?为什么有的人家里刚盖完房子,人就出车祸去世了?为什么?就是此个字,德不配位。 我们所有的财富,智慧,我们的一切,老祖宗用一个字来代表叫五,后德了才能成为万物,这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,后德在五,后,深厚的意思,德,按照自然规律去工作,去生活,去做人做事,这就是成在,五,就是我们说的福报。 相反是那句话叫德不配位,位就是我们的待遇,就是我们的德行不配我们的福报。 打个比方说,就有一张桌子,它能承受十斤重的分量,您非得给它放上十五斤,二十斤,五十斤的重量。 那我们看这个桌子怎么样,它就开始发抖,它就开始变形了,出现崩溃之前的先兆,所以我们要明白古训,后德在五, 金钱,权力,名望都是自己的福报,都是压自己的物啊,你能存在得了吗? 靠什么存在,靠符合万物规律的德行,比如有当父母的,当爷爷奶奶的,你要经常把珍惜福报这句话,跟自己的孩子讲,对它非常有好处。 福报,福报就是我们的享受,譬如我吃得好,我穿得好,这些都叫福报。 中国人讲西石,西医,你要珍惜他,人贵西福,你得积攒自己的福报。 过去有一句话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这个道太重要了,生死还是存亡。 有的商人,以非法的手段,需要那些你命里头装不下的东西,你这不是惹祸吗? 因此坐牢判刑的例子还少吗? 他的德行跟他的待遇,福报不相称。 若你没有德行,而要享受的太大,要奔驰,宝马,豪华别墅,顿顿半都是上千上万,就是消耗自己的福报,折自己的福。 现在人们疯狂的追名逐利,为了出名不惜一切代价,为了挣钱不惜一切手段,完全不懂得道德,结果会如何呢? 端成乖传,历见消亡,德不配位,必有三样。 现在的学生,孩子也是那样,他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,就是要最好的,你现在一分钱不赚,你就要最好的。 谁叫的? 电视叫的,社会在叫,家长也在叫,老师也在叫,孩子不知道,享福太多了会怎么样? 我们老祖宗讲的,这会折你的福报,我们老年人过去讲折服折兽,是有道理的。 大家不要忘了,寿命和福报都是能量,人本身就是个能量体,我们现在对孩子的那种爱,完全是违背常理之时的。 你越爱,他生病越多,越容易出灾祸,越容易夭折。 年轻人,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去世的那么多,三十多岁,突发疾病,为什么那么多? 因为他的福报,能量快速消耗了,所以吃的简朴,用的简朴。 真有好处,明白了这个道理,才知道后得在物,你才敢销售,你就不知道想想,人家有什么样的得心和福报,他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,才能坐得安稳。 再说一句周夜里的话,极煞之家,必有余性,极恶之家,必有余殃。 你看着人家巴财,你看着人家出名,你看人家当教授,当领导,你心里不平。 但你有没有想过人家的主上有多大的得心,你有没有? 喜欢付出,福报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感恩,顺利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助人,贵人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抱怨,烦恼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知足,快乐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逃避,失败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分享,疼要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生气,疾病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占便宜,贫穷就越来越多。 喜欢不失财,富贵就越来越多。 人民有信仰国家,有力量民族有希望,生贤教育改变命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